早前東章Plus率先報道 單身多年的方力生宣布再度拍拖 對方是一個年輕藝術家Maple業 兩人因為藝術而結緣 但有眼尼的網民就發現 Maple和最近上映的一出 講有關韓國邪教紀錄片的受害人 而只是同一人 方力生在一次活動中就直應不諱 就是他第一天我們相識時 他就已經跟我說了這件事 所以我都有問他 我說為什麼你這麼快跟我說 他說如果你想了解我 你必須要知道有這件事 還有他都說他自己不是一個 喜歡謊言謊的一個人 所以我是第一天認識他 我就已經知道 可能會覺得為什麼你這麼天真 為什麼你會這麼幼稚 但是其實他在做的事 可能是比我們所有人更加堅強更加硬正的表現 我們兩個是很信任大家很鞏固 還有最重要的我都跟他說我最重要的是 你爸爸媽媽支持你 我爸爸媽媽支持你 涉事的涉理教在韓國 是一個受到很大爭議的教會 而最近教主都接受警方調查 涉嫌性侵多位女教徒 而方力生的女朋友Maple 之後都有可能會回韓國出庭作證 我們真的開始了之後 他有一天每一個細節都有跟我說 所以其實我知道的事 可能比起他的訪問更加多 那你會不會陪他一起回去 我現在公開了 當然希望我可以陪他出去 涉理教原名為基督教福音宣教會 教主鄭明昔今年78歲 70年代後期開始到首爾傳教 並吸引大批大學生入教 教主自稱尼塞亞即是救世主 1999年有女信徒指證她性侵 教主隨即逃離韓國 一度去到香港、台灣、日本等地 2007年於中國大陸落網並遣返韓國 2009年判監10年 直至2018年釋放 但釋放後涉嫌再度犯案 上年Maple也曾經在韓國開記招公開事件 正道證明昔是欺貸 中文字幕志愿者